过去台湾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 是来自于我们接触的量产的能力 跟营销的能力 近年来随着全球分工合作还有竞争 以及知识经济的快速崛起 未来的台湾一定要加速发展 创新导向的经济 也就是说是一种 Innovation Oriented 这样的一个方向 才能使台湾的产业 创造另外一个新的契机 而当产业对面对着 越来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 我们更要积极地落实 所谓深耕台湾布局全球 这样的发展策略 我们以高科技的研究能量 来带动整体的新的产业发展 来提高台湾产业的附加价值 进而创造科技台湾的这一个影响的愿景 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在座的各位基因 我们都是多年的好朋友 你们对台湾的产业科技 持续不懈地投入研发 有丰硕的产出 使我们不管是在自行车 比如说笔记型电脑 智慧型手机等等 各项的产业上都能够享誉全球 独占凹头 为了因应产业整个能源的改变 我们推动各项结论简单的措施 还有能源产业的这种鼓励 跟奖励的措施 确保我们的新的科技 跟新的产业能够持续不断地 增加它的竞争力 我们也致力于人才的培育 强化专业人才的运用 鼓励我们企业界跟学术界 能够做更多的结合 能够将产学研各方面的能量 做更好的整合 试图创出最大的经济的产业 我常说 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的 一个是能源产业和能源的政策 一个是我们的人才培养的政策 因为能源是台湾所没有的资源 人才是台湾所唯有的资源 他们的重要性是一样的重要 但是for different reasons 最后我们期待 勾勒的研发团队 能够逐步地走向 涉猎联盟和产业聚落的这样的趋势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们会在整个全岛的每个地方 从北到南 能够来规划园区跟科技产业 或者是其他附加价值高的产业的聚落 成为一个总廊 一个高附加价值产业的总廊 形成一个能够转型 能够有前瞻 能够有创新 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局面 是你们带动了台湾整体产业的研发和创新 也希望广大的中小企业 传统产业 服务业 都能够持续地升级转型 达成促进国家发展的共同愿景 也期待我们能够和我们全台湾的人民 大家一起攜手 共同的战胜利益 战造繁荣